另外我们继续看的这个后续发展是艺人陈凯伦 他在大爱台担任主播 而且主持人长达了15年 最后呢 确实要挥泪离开他的工作岗位 因为他的独子陈瑞设了黑帮校园签读案 在考虑到这个大爱台的形象 还有急需要接下商业活动 来筹措官司费的考量之下呢 他就忍痛辞职了 而听到这个陈瑞昨天是没有获得交保 所以农历新年就没有办法回家 陈凯伦他是泪眼直流的表示说 我要全力的把孩子给救出来过新生活 而且呢 也要把这一段痛苦的经验 去帮助迷失的孩子 以及像我这样求助无门的家长 战斗战不稳 情绪机用哽咽 其实在一旁潘服 艺人陈凯伦得知 儿子陈瑞今年确定要在看守所过年 自己完全没料到会是这个消息 但也无法对外发言 仅用谢谢表达无奈的心情 不好意思 谢谢 我对你们不好意思 让你们人那么久 真的 谢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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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联络好了 谢谢 谢谢 真的不好意思 对不起大家 陈瑞 陈瑞被收押 禁键18天 10号再度被提讯 陈瑞右手上靠 还有脚疗 和另一名收容人靠在一起 陈瑞顶着刻意抓过的发型 戴着黑框眼镜 穿着知名潮牌 帽梯下巴也开始留了胡子 虽然被关进看守所 对外表还是相当注重 而就在被带进地检署前 陈瑞还主动回头 往镜头的方向观望 似乎在找寻父母亲的身影 透露想回家的渴望 积压将近20天 陈瑞说看守所很苦 真的很想回家 但检方认为 陈瑞涉及多项重大案件 涉案情节严重 裁定还押看守所 今年春节不能回家 得在看守所过年 这也是陈凯伦一家人 第一次无法在年迁团圆 中日新闻杨中生 一些凯薛黄宝童 黄宝童 鼠人台北采访报道